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俊三重愚蠢正是我最重要的理由 日治时期的时候它是防炮的一个基地 后来因为二战的时候 美军还有派一些航空的军飞机还有飞来弹水河这边做侦察 然后就有拍到一张是空军三重愚蠢的基地图 然后因为是接收日军的防炮基地嘛 所以这边的军种也是跟防炮相关的 空军三重愚蠢它比较特别是因为它当初是日军的基地 那因为基地它相对来说它的空间比较大 像眷村它有分等级 那空军三重愚蠢它是特级还有甲乙丙三种 那特级的话是像我们现在这间它独门独洞的就是特级的房子 那当初是给官阶比较高的降级的长官居住的 其实小时候我爷爷他会骑脚踏车 然后因为我姐也很爱下相亲 所以那时候跟猪爷爷认识的时候 我们就是知道他们会来这边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太小 这边的哥哥姐姐们其实年纪都大我们非常多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是在这边走走玩玩 那大部分的人都会在小山坡上面 因为后来我爷爷年纪比较大了 就没有办法再骑脚踏车 可是我很感谢直到我们新年开幕的时候 朱大哥他们有从美国回来 然后听到我们回到这个空间 他一进门的时候整个鸡皮疙瘩整个就是起来了 那一刹那我又有一种时光回溯 因为那时候朱大哥真的让我有感觉看到朱爷爷的感觉 其实我们回来并不会谁 只是要告诉爷爷说我们曾经回来这个空间 像我们这边留了一个桌子 那这个桌子上面其实望出去的景 就是在日治时期的高射炮台 所以这样子从这个角度望过去 其实是一个历史的脉络 也是一个时代的变迁 我们希望留一个桌子跟爷爷说 我们曾经为你回来过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这如何让空军一村的过往跟现在结合在一起 其实不见得是结合在一起 而是让你们去体验我们曾经走过的路 所以每个眷村都有不同的风味 不见得大家会是相同的 那在于如何牺牲掉呢 的确商业模式究竟我需要生存 如果我没有营育方式 我就算有再大的理想抱负 我也活不下去 只是你如何让这个商业模式变成 进来的旅客可以一起感受到说 它愿意为我停留下来 那对三重人而言 我也思考过 或许不见得三重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空间 可是你们却可以透过这么繁华的街道 走进来巷子 你会突然间静下来 这些鸟叫声不是音乐 是天然的鸟叫声 它属于三重人的秘境 属于三重人的后花园 这个空间这么美 我希望三重人可以珍惜属于三重的文化历史 视频称之间 是 评论 每个人都会带来 是 不信性 Swing 我 是 如果 还数不信性 我就取得 在这 爹 你 如果 吴 他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